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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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主人请安 小的礼堂 有力气也认识几个字 您要什么吩咐 尽管使唤便是 有了了 奴婢是芝月 她是冉云 奴婢二人负责照顾主子的日常起居 冬离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我爸 我这么好看了 我胖点 我没事的 以后大家日日相见 都不必多礼 起来吧 谢 谢主人 谢主人 谢主人的行李 小的会安排妥当 您要还有什么吩咐 小的这就去办 倒真有几件事 请夫人吩咐 第一件 公子虽赐了我连威居 可我这位分 依旧是碧妾 算不得住 往后这称呼上 还是按规矩 以免落人闲话 是 姑娘 第二件 我以前的事 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这各房各院 想瞒也是瞒不住的 既然之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难免你们会有护主之心 要是在外面 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我们一定全力 护这姑娘的 不 你们一定不能管 为什么 我堂堂正正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我只是 不愿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辱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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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还有之最后一件 在这连威居 没有人把你们当成奴仆 你们自己 更不可以 我不要求忠心 也不勉强去留 一切只凭一个心字 绝无怪罪 永不勉强 东霖 帮大家收拾一下吧 是 小姐 不 姑娘 你要改不过来 就不必改了 你叫着别扭 我听着也别扭 我起来 这也没什么 是 我刚才不是说吗 好 特别扭 这么个是 你呀 不不不不得 我的cri 我 我没听错吧 我们当奴婢也有些年头了 伺候的人也不少 可这样的要求 从来都没听说过 这当主子的 都希望奴才忠心 但是呢 谁都知道 忠心不是被逼出来的 真是又美又霸气啊 难怪公子喜欢他 可惜啊 就有一点儿不够好 太瘦了 连姑娘还有什么需要 小人这就去回了公子 不必了 公子的伤还没大好 姚夫人那边也需要安顿 就别再饶 公子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的 这整个公子底都是我的 你看你看 这个词 多粗多粗 好 回去把我那一套 君瑶替花 海棠红给拿过来 施公子 马上就去 等等等等 怎么就一个枕头呢 而且这被子一看就不够软 扔了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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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公子 小人马上就去 行了 什么都不用拿 先下去吧 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啊 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啊 什么胡闹 用千里良居换来的宝贝 当然得好好地供着 不过你放心 我贺连信 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 公子对自己的女人还真是好啊 就在公子最为难的时候 稳稳当当地送上了一级大台阶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公子容得下方尔阁暗兵不动 又怎会容不下徽公子之死 你这话我说 过去的事情再怎么痛苦 毕竟已经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未来重要 公子不是听得糊涂 而是心比耳朵 听得更远 丫头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女人越聪明 男人抖得越远 公子想躲 是 但我更想做一件事 是什么 让你失望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进了公子底 事事都能够如你的意 别忘了 你是我的女人 以后你每日都要陪我用膳下棋 言莫读书 沐浴半寝 公子 我们是君子协定 你承诺不碰毕竊的 君子 谁是君子 你是女子 我更加不是什么君子 别挑战我 或许你越躲 我就越有兴趣 丫头 死了这条心吧 这水里不是蛇就是鳄鱼 你还是乖乖地 待在我这条船上吧 从明天开始 没我命令不许出门 是 小姐 公子不是真的想把你进足吧 不出门也好 他自有考量 别担心 何连心心怀百姓 并能成为取良民主 只是这沐海瑶印象很多 我家有势力庞大 迟早会上进和联系 夫人 听说这骆青莲刚来 就被公子给关了起来 不像夫人有了身孕 天天都有赏赐 您是没看到那狄夫人的脸色 难看的 跟什么似的 公子真把骆青莲给禁服了 那今天还 整整一年呢 上次骆青莲逃跑 又被公子带个正着 碍于王爷 公子有气也只能忍着 就好比今日 虽刺了他连微居 可下人都是最差的 个个不知变通 没有一个是夫人喜欢的 我就怕 事情没那么简单 怕人去下七眼楼吧 是 夫人 姚夫人 姚夫人派人送来了这封信 就这么把他关起来了 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 可是大得很 此次他护我有功 乱了世子的计划 又在父亲面前 大出风头受到赏识 现在这府中上下 都对他虎视眈眈 一个之前 从来不知府中深浅的人 想要在这儿活下去 就必须先学会等待 就必须先学会等待 你就不怕他关得太久 憋出病呢 他不会的 姑娘 你画画呀 画花鸟鱼虫 我要画的不是花鸟鱼虫 而是这公子底的人心 你们三个 谁在这府上的时间最长 谁跟的夫人最多 回姑娘 我们三个都不善逢营 自然没有夫人喜欢 所以都是来这儿 时间最长的下人 也是跟过夫人最多的 原来公子分这些下人给我时 便料到了今日 李唐 在 你借在此多年 对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定是最清楚的 从今天开始 我需要你一件一件地 把事情都给我讲清楚 我不要有一丝遗漏 是 芝月 奴婢在 你跟过几位夫人 对几位夫人的脾气秉性 也了解几分 他们是凶是恶 与谁交好 喜欢穿什么衣裳 养过几条狗 我都要了如指掌 是 奴婢一定知我不业 东霖 总算轮到奴婢了 小姐 快说 你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 是府上 唯一一个可以和外界联系的人 你需要对各房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严格的监管 有错过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唯你试问 小姐放心 包在奴婢身上 你试试 阮瑜你怎么了 大家都有用 我没用吗 谁说你没用 什么用啊 吃啊 吃 吃可没那么简单 有的食物补人 有的食物可以要人命 形色气味 我需要你教我 一一分辨 我明白了 奴婢啊 一定帮姑娘全部都吃完 不是 我的意思都是辨别清楚 这是我最擅长的 一年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事 沐汉瑶 这宫子底没有谁永远输了算 只有谁更擅长一件事 我会 сою Musk 要是 漫长一件事 我还从不被练死 你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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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听见 小姐 不好了 王府差人来请公子 王府出事了 荒唐 王爷是用不 怎么戏 拿什么戏 取良一年的负税 少说上百万两 堂堂王府的一故 居然被借抠 剩下什么 就剩下这些白条了 就剩下这些白条了 这才是怎么当的 都瞎了眼了吗 银俩就这么借出去了吗 河水决地 王府拿不出银两来治水 取良百姓每年交良纳税 却结不了自己的难 本王还有脸做这个安王吗 有谁主动请命 把欠款给收回来的 有谁 来 看看这边 看看这边 瞧瞧啊 这平时个个都趾高气扬的 这一遇到得罪人的事 这脖子都缩起来 跟乌龟似的啊 有谁要出来请命 有谁 王爷 任大人 你请命 不 王爷 下官有些余见 不知当奖不当奖 袁大人听说 这收缴欠银一事 涉及到整个取良 若有差池 难保会闹得怨声载道 人心不稳 所以这人选 务必要慎之再慎 那依元大人看 什么人最合适 下官以为 这不免就是 满足三个条件 一 是德 要品行好 人员好 这样才能够扶住 才不容易撕破脸 二 是人 要爱民如子 才能够集民所需 尽心尽力 那照那么看来 四公子最合适啊 回王爷 四公子自然是 符合以上两条 但是有一条 四公子合不上 这收缴欠银 非朝夕之事 难免会三方五次的登门 若身负要物 又何来如此的精力 所以还要一件 那就是贤妇 一约那人看 依元大人看 以下官看来 能够满足以上三点的 非三公子莫属啊 王爷 请您决断 三公子发生这事 他中招了 你知道什么呀 事还得你们做是不是 对对对对 去那儿喝酒 好好好 好好好 三公子留步 恭喜三公子 获得如此美差啊 要是这次能够全数收回欠银 那王爷必定打约 是 这都全籁元大人的推荐啊 哪里哪里 是三公子德行在先呢 才是本官发现了三公子的才干 你说是吧 三公子 这元大人安得什么心哪 我问你们 这世上什么人最讨厌的 不知道 什么人 债主 老三今天这差 半不成惹父亲生气 可如果办好了 他就得罪了取梁的大小官员 失去了人心 让他有再大的野心 也飞不起来了 元大人这招真的是高啊 假借天灾给狮子轻目 那四哥为何还高兴 此事若办成了 世子岂不是会更强 我高兴了吗 我很高兴 因为咱们最大的麻烦 未必是世子 我只知道我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我借那五万两 我拿什么还呢我 崖火 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你植了 der 加上 下 一点 在安栏 你 扣子疯疯的 在干嘛 停 停 停 我 苏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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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久不见 苏南春 怎么是你啊 那还能是谁啊 工资有命 让我请莲姑娘速去王府 王府 王府 啊 那还能是谁啊 可我们不是被禁足了一年吗 这才五个月 难道是解了 公子吩咐了 自然就是解吧 杜丽姑娘 十万火急 十万火急 你赶紧去通报一声啊 快去 那不行 禁足令可是公子自己下的 要不 您再去请示请示 吴奶奶 我求求你了 别再跟我磨叽了好吗 赶紧请莲姑娘出来 梳妆打扮跟小 详请路上说 不是十万火急吗 快走 好 梁姑娘 这朗月阁还是没有变 屋子是没变 可人就不一样了 姚夫人的身孕 已经快八个月了 还有莫夫人 保胎虽然保得比较辛苦吧 可总算也要临盆了 梁姑娘 天快亮了 咱们快携走 梁姑娘 夫人 您在忍忍 是 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夫人 奴婢刚才回来路上 看到莲姑娘了 你说什么 她不是在被禁足吗 是啊 可奴婢确实是看到 她和苏楠纯两个人急匆匆的 想要出去做什么事情 奴婢还捡到了这个 听说王府最近出了事儿 谁都知道 她在王爷面前说得上话 难道公子 为此解了她的禁足 这消息 恐怕木槃药还不知道 你们说 她这么狠裸青莲 要是她知道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呢 给她说 她是个信心的 她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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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破不说 说破才无毒 公子 这这么聪明的丫头 到底是哪个不解风情的 舍得管你这么久 久吗 我倒觉得没有公子演的戏酒 看破不说 好 来 给你 这 好 这 儿子 慢点 小心 小心 慢点 慢点 慢点跑 来 快 别伤着 抱抱 抱抱 来了 父亲 坐吧 抓蝴蝶 喝点茶 早春料翘 这芳芬园中还是很凉 王爷要小心身子 芳芬园再凉 哪凉得过取粮河的水呀 帮帮他们总是好的 是吧 老三 你把清廉带过来 你把清廉带过来 还都不是为了那个 受教芊怡的事 什么都瞒不过父亲 儿子自然是 心疼取粮河的难民 但是父亲 你也知道儿子的金粮 我只担心不但帮不上忙 还会务事呢 清廉 你认为老三能办得好吗 奴婢觉得能办好 为什么 因为公子是王爷的儿子 这个差事可大可小 公子若是办不好 岂不得罪整个取粮 王爷是公子的父亲 不会让他落到如此境地的 所以奴婢觉得公子能办好 你这个性子啊 像极了福儿了 聪明里带着刁钻 这斗鸡灵都不让人讨厌 慢点 慢点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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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 两位小公子 快来 王爷在谈事儿 小声点 快来快来 来 你怎么不去啊 接着 我立即想想和货他们 不可以不信不行不行啊 贺家的子孙没有胖的 去 去跟他们抢去 接着 慢点 太高了 快来 来来来 穿过来 来来来 来 过来过来 来 接着 青年 老三顿得怎么样 接着 来 这边 这边呢 好极了 好极了 那我怎么听说 他把你进足足足 进了五个月 对 这也叫好啊 谁说禁足就是不好啊 奴婢在这五个月里 学到的东西 怕是比五年还要多 好 好 好 这好啊 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 那难道老三对你这样子 倒光对自己的儿子 难道就不是这样了吗 父亲期待的心儿子不敢辜负 不 儿子一定尽全力收缴欠银 为取粮的难民谋斧 为父亲分忧 公子叫陛下来 求王爷改变心意 怎么自己缺先变了 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 这次呢 父亲让我收缴欠银 你可猜得到其用意 我也猜不出 但总觉得令有深意 好 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只有一种 公子是觉得 这差事未必是坏事 王爷 我就希望我没有赌错 闲公子已经漏了馅做不成了 要是在 要是在得罪了官员 这下我可真诚孤君了 公子 昨夜雨那么大 花瓣倒落满地 可树上依旧是繁花似锦 剩下的才是公子所需要的 你是在鼓励我 碧妾刚才说 相信公子能办成 虽说也是说服王爷的话 却也未必不是实话 是谁总说我薄情啊 怎么突然就变了 因为公子心中装着百姓 公子心里有装着百姓的气魄 就永远做不成顾俊 你说什么 奴婢说有人看见莲姑娘 被放出来了 怎么可能 才五个月 我们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回去告诉你夫人 让她好好安胎 我会问清楚的 是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夫人 走 陪我出去 夫人 你走慢一些 千万别动了胎气啊 公子心灵满满都是那个人 哪儿还有这个孩子 夫人 你千万别多虑 公子的大爷还得养仗木家 怎么可能不把您放心上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公子喜欢我是因为木家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公子喜欢的当然是夫人 公子就只喜欢夫人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儿吗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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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夫人 夫人 快来啊 谁要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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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怎么了 夫人摔倒了 快 快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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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那边 那边 夫人 夫人 这儿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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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都是我的人了 还扭念什么呀 谁是你的人 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 好啊 我要去办公差了 这几天 别乱跑啊 乖乖的 在凌威局等我啊 乖乖的 等我 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 这次呢 父亲让我去治水 你可猜得到其余 他对我给予厚望 我却无能为力 锦方嬷嬷 你可否告诉我 王爷究竟在想什么 小姐 小姐 姚夫人派人来了 小姐 婢妾给姚夫人请安 你 生了 是何时 是啊 来 看看我的孩子 漂亮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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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我的孩子死了 都是拜你所赐 我 我 你在找什么 找他吗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开门 你们放我出去 小人徐良川见过夫人 大白天干吗把门关上 回夫人的话 我家主子身子不适 怕见风 难道姚夫人摔跤是真的 夫人问话 你难道听不见吗 小的不敢 只是小的刚外出半餐回来 实在是不清楚 下来的比谁都快 要不得小的问清楚了 再来回夫人 不必 我自己问就可以了 把门打开 夫人 怕是瞒不住了 谁说要瞒了 只是不想看到他们那些 幸灾乐祸的样子 去打发了他们 就说 我吃了药睡了 是 大胆 不得了 夫人的命令都不停 这么左拦右拦 难道是孩子出了什么 问题不成 你情谋 他来做什么 张医官确实复闻复过 夫人最近身子受粮 不能见风 怕孩子受这影响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也担待不起啊 莫门嘞 御下真的看到 姚夫人摔跤了吗 这么大的事 妾生怎么敢乱说 听说 姚姐姐都见红了 妾生还听说 姚姐姐之所以摔跤 是因为踩了 骆青莲的不摇 莲姑娘 妾生听到这个消息 真是害怕极了 妾生跟姚姐姐先后怀有身孕 日子也差不多 一直想着同时戴下灵儿 妾生自己怀太艰难 便知道怀太十月的苦楚 要是姚姐姐万一 妾生可着实为她伤心难过 妾生可着实为她 不要再说了 人都还没有见到 别说不吉利的话 许阳川 你还不开门 夫人 你要我自己动手吗 这朗月阁今天是烧什么香了 不仅夫人大驾光临 连这几个月不出门的 莫妹妹也跟着来了 莫妹妹说 杨妹妹摔了一跤 公子不在 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不过问的理由 我在自家门前摔了一跤 这莫妹妹消息倒是灵通的呀 听你这么说 果然是真的 那么大的事情 干满满的死死的 你怎么样 动了胎气没有 要是真动了胎气 妾生哪有这个闲工夫 在这儿聊天 妾生这肚子里啊 怀的是贺家的孩子 自有上天的眷顾 就算真有人想加害 也没这么容易 你说是吧 莫妹妹 从此事 的尘埃 宽不住洛来 装饭 贺家 以后 crystallized 摇赴 我 吴 安 我的黑白 才晓得 打到指尖 是爱 当愿 似云身伴 用来 无论 经历什么 无法徘徊 江山海澜河奈 我对你的诺斗在 无拘折 突然是倒阻碍 有几摘 一楼星散明海 我对你的诺斗在 生生世世 都随心怀 拥不开